對,合理化的電價 調整電價合理化 那我們希望能夠 因為我們要健康,不要藥帶 那我們參加的有 我們女性的 我們最左邊女性的醫師 賴醫師,她是家庭醫師 要一起過去 不要正面 不要正面 對對 我們有女性的學者 有女醫師 那有環團的女性代表 我們Angelo是護士 護術團體聯盟的發起人 兩位護產科醫師都是很關注女性議題 那我們張淑芬是婆婆媽媽團的彰化團的團長 那我們 對,都是 好 我們要不要喊口號 我來喊幾個口號 好,我們喊幾個口號 好 今天是 父女決 好 好 第一個畫面 先拿純粹要帶 我們要調整 電費合理化 我們不要生病 我們不要藥帶 裡面有女醫師 也有兩位 婦產科醫師 我們環團 環境跟 孩子跟婦女的健康 全民的健康 我們不要藥帶 好 那我們開始囉 好 直播開始了 我們要喊幾個口號 好 婦女氣候平權 婦女氣候平權 孩子呼吸自由 護女氣候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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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那呼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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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眉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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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存藻礁 永存藻礁 还有这边 妈妈保护藻礁 妈妈保护藻礁 保护孩子呼吸 保护孩子呼吸 妈妈保护藻礁 妈妈保护藻礁 保护孩子呼吸 保护孩子呼吸 好谢谢 然后电价调整合理化 电化调整合理化 节能减碳就健康 节能减碳就健康 电价调整合理化 电价调整合理化 节能减碳就健康 节能减碳就健康 可以了吗 好谢谢 谢谢 好 好我们 好我们先请 我们向那个赖医师致敬 她是嘉医科的 女性的医师 她是台大医学系毕业 她们在大渡山开诊所 是最靠近中火的 她的孩子 是这个 是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最重要的 她的孩子来 她是我们最重要的未来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为了她们 这样的孩子世代 我们先请赖医师来讲话 请她的孩子 来发出声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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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赖怡君 今天我到够 放上 哦 对 好 我们放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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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个 房关 可以哦 你再来 你说就健康 可以哦 那当费人 谢谢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赖怡君 我是一个大渡山上 全家都在大渡山上的居民 那同时我也是一个社区的临床医师 那我是一个妈妈 我有三个小孩 那今天为了她们 我們就就是從台中站出來 希望能夠好好的為這個議題 大家能夠關注 那我們小時候啊 台中都是一個天氣很好的地方 那就想出去玩 就可以說氣候不錯就可以出去 可是現在到了小孩這一代 在疫情之前我們就開始戴上口罩 在疫情之前我們就需要說 每次出去出門的時候 先看一下空氣品質 然後今天不行 黃燈、橘燈 就不適合敏感族群 就不適合出去玩 那他問我啊 媽媽我很乖啊 為什麼天氣也很好 我就不能出去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空氣不好 那台北有101 高雄有85大樓 那台中有什麼 台中有一個跟85大樓 差不多一樣高的 中火 那每天我們就出去看一看 說哦好 今天好像看得到五根煙囪 那可能還好一點 那如果看不到的時候 也是蠻常見的 這不是我們要的地標 只有能夠減眉 我們才有辦法保住小朋友的肺 保住小朋友的健康 來我們講一下 減眉 減眉 在家裡練習 減眉就健康 減能 好棒喔 就台灣 好 那我們如果現在 不好好的努力 那將來能要求什麼 我們現在能夠努力什麼 就是孩子們的未來 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 然後好好的來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為了我們的空氣努力 為了我們小孩奮鬥 這樣子 我們今天來的不只是中部 我們有一位女性學者 她是一個法學博士 那她是一個女性 就是性別研究的專家 她住在台北 為什麼她今天要來 她對婦女對孩子 她的從人權的觀點 怎麼看這些事情 謝謝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各位委會的人士大家好 今天呢我是以一個很慚愧 又非常焦慮的心情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其實是彰化縣的鄉親這樣子 那小時候在彰化度過很好的 就是美好的童年 那到了國二的時候才上來台北讀書 那接下來就工作了 那我這幾年覺得很難過的是 每次爸爸媽媽要回去彰化縣 田中正北斗的時候啊 我就跟他們講說 今天要看一下那個app 我幫他們先看一下空氣怎麼樣 那以前我們以前都會覺得說 如果書不讀好的話 我可以回去種田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理想了 我就覺得還蠻難過的 那我覺得很慚愧的是說 我們從這個性別研究來看 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 這個目前環境 環境污染 當然對你我 大家都有這個傷害 剛剛有一位朋友問我說 你為什麼來參加空污 你婦女節不是應該在那個范雲 這個立委那邊怎麼到這裡 不是應該在旁邊司法改革基金會 剛好今天友團都在附近這樣 我就說空污你我 各位記者朋友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逃不過空氣污染 逃不過環境的這個污染 可是 性別研究顯示 這個環境污染 將會隨著性別階級 這個社會的位置 經濟的階層等等 而有所不同 我們之中 在台北我知道 我們之中家裡 有些人有空氣清淨機 我們之中家裡有些人有好多台 那有些人沒有 那我們之中住在台北或住在彰化 或住在南部 我們的生活狀況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個很明顯的可以顯現在一個 性別的軸線上面 那我想要談第一 第一個是我真的覺得還蠻慚愧的 感覺上有點自己就是逃到了台北這種感覺 可是其實也不是逃 好 那 台灣很想要當世界的國際好公民 所以我們狂簽了一些國際條約 其中有一條跟今天婦女節比較有相關就是CEDO 那所以國家絕對有義務 面對 婦女們所提出的要求 他只要乾淨的空氣 清潔的水 那這件事情 不應該由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們最近的很多的紛紛擾擾的討論 這個執政者把他變成兩個選項 將經濟發展跟環境永續發展對立起來 這個 這個如果是考試的時候我們就會說 他比較嚴格一點 我會給他20分 然後你再想想看你問題問錯了啦 就算是OECD 就算是那個我們很努力想要進去的 經濟合作發展 組織 他們也一直在強調永續發展 他們也一直在強調性別相關的 我們現在必須蒐集性別跟環境影響相關的數據 那我覺得在台灣很可惜的就是說 我們經常都是對社會事實掌握不足 就是我其實很想要知道 我們目前 我們政府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就是說在各種的 因為空氣污染的 這個被影響的人口上面 性別種族階級 地理環境等等的 具體的數據 那這個基本上根據國際 我們自己簽的國際條約內法化 其實也應該是要 拿出來一個數據 那最後我是希望呼籲 第一個我覺得我可以做的 我其實蠻慚愧的 我不是空污的專家 但是 我們大家都要呼吸吧 這個應該不用專家 大概就可以用這個 你的視力 及這個身體來感受 那 我知道非常的困難 環境很困難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 這個投注於其中 那接下來我就很希望能夠 鼎鼎這個各位專家們 到底我們有什麼具體可行的這個策略 謝謝 現在是佩榮你要成功嗎 佩榮你成功你的探稅 是不是 過了 王 王專家 你要聽我說之後才說還是你要成功 都可以 我們請佩榮 她是雲林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女性 的重要性是她從雲林來 那中火然後六青都跟她們有關係 然後那個我們佩榮是在法律上面 她努力在了解 看稅怎麼可以救她們 各位媒體 各位來賓 大家好 那個深煤呢 目前是台灣成本最低的化石燃料 但是它的含碳量最高也是污染物和毒性最高 今天因為藻礁的問題 導致中火有可能會增煤的這樣子的一個聲浪 這樣的空污也會影響雲林一帶 加重當地的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雲林也是非常的反對 那在中火之外 這個雲林呢 它是在六青的工業區那邊 六青的麥寮電廠跟台塑麥寮的氣墊共生 全部都是燃煤發電 導致這個雲林本來是個風光明媚的農業線 變成人均排碳量最高 也是全台空污子爆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六青它其實擁有它現成的麥寮港 但是卻遲遲不改天然氣發電 而且 沒改氣的能源轉型 的這個過渡 麥寮六青不能置身事外 或許 因為既然有現成的麥寮港 或許可以就像 彰化一屆聯盟理事長 前建吳醫師所說的 把這個中油第三接收站 一地開發 在麥寮港的地區 這樣子可以創造 保存藻礁 中火減煤 還有六青全面 燃煤轉燃氣的三銀的局面 今天 今天大家就是我們 化石燃料還是依賴燃煤 主要是因為 煤炭的相對價格較低 只有依照 含碳量公平 徵收碳稅 讓燃煤的相對價格高過天然氣 提高燃煤成本才能夠誘使廠商 基於成本的考量減少燃煤 藉油碳稅 提高燃煤成本 不但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提升能源效率 同時也能夠改善空污 保護大家的健康 碳稅雖然可能會 導致能源價格的提高 而影響了經濟 但是 轉期 國家可以透過補助的方式 但不是豁免的方式 來緩和這樣的經濟衝擊 因為豁免會降低碳定價的訊號 減弱能源轉型的經濟誘因 但是補助可以用來 鼓勵 外部效益較高的產業 刺激我們低碳的社會發展 再來 看稅收入 我主張應該要平均返還給環境 公共有人 才能夠讓高污染的人 補償給低污染的人 一來這樣子可以維護每個人的平等的環境權 而且不會影響實質購買力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促進社會公平 那平均返還環境共有人的管道 或許可以建議採用成本較低的方法 透過全民健保的機制 那只有確實的落實這個污染者負責原則 讓污染者對環境破壞付出代價 才能夠預防環境無止境的遭受破壞 課增探訊的目的不是犧牲經濟 反而是引導經濟走向低碳的永續發展 謝謝 抱歉,感謝媒體朋友 我想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當然2021年我們在講這個議題 我們要回溯 在2016年4月1號 那天愚人節 那時候是馬政府的時代 我們在行政院頭前 我們看這張 我們那時候也認為 馬政府那時候是要調降 我們認為不妥 那時候執政黨那時候中央跟馬政府 結果 這麼多團團去抗議 結果我們要來拜會 民進黨的立法 結果馬政府那次的調降非常多 所以我只是認為 在國民黨的時代 我認為他不應該盲目調整電價 儘速檢討電價公司 結果反過阿黃 所以在國民黨期待 離任第一天 台灣的環環有支持調整電價 五年過去了 民進黨全面執政已經五年了 趕快 所以這是五年去台灣 之家勝利民事不行 我們看 九年九月 經濟度也決定沒有再調整 這是時尚重症的動作進度 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電價 住宅 我們比南韓也更加強 比泰國 這個泰國更弱 結果 我們的經濟 建議在 比泰國全面更強的基礎上 甚至菲律賓 你看 菲律賓 比我們更高 所以我們贏菲律賓 比我們的電價更強強 我相信我不是這樣 我們看工業用電 我們也從韓國 從馬來西亞 甚至中國的蘇亞 我們建議在電價 比中國更強的基礎上 比韓國更強的基礎上 比韓國更強的基礎上 比建建 台灣人家建立力 沒錯 所以建議我們就想說 藻礁這個議題 甚至能讓台灣一個機會 全面解釋台灣的能源政策 所以 我們甚至說 一定要製造藻礁 還是說藻礁 如果沒有在那裡 建議 我們就要 台灣的難民要成功 這樣 這點會是暴力的 台灣沒有第三條路 沒有第四條路 沒有第五條路 沒有第十條路 就像從高雄到台北 只有高鐵疫情一種方法嗎 只有高知公路 一號三號高 這樣而已 沒有省道 沒有其他方法嗎 有的 所以 建議我們要說 建議你如果說 要犧牲藻礁 不然就要犧牲 人民的健康 我們認為 藍美的貫徒 如果怕太大 天然氣 它們是溫室氣體 所以怕一個橘色的 也是不好的 再生能源 也不關閃 沒有傷害的 所以 建議專家 黃茂隆 在這方面專家 我們認為 國際能源總組 我講的 能源效率 還是第一燃料 能源效率 還是第一燃料 天然氣 不是第一燃料 再生能源 它也不是第一燃料 再生能源最多 再生能源最多 也是第二燃料而已 不是我們用藥 什麼是第一用藥 用最少的成本 最少的傷害 達到你治療目標 這是第一的 所以 能源效率是第一燃料 太陽能 那可能是第二燃料 天然氣 可能是第三 第四 如果燃料是最後最壞 最多的 我們認為 今天會的強調 強調能源效率 所以 台電 他說今年可能用電 會創新高 但是他又說 台灣的電力有夠 你看 每次都充費 就是 你看 都是沒問題 都10%以上 備載容量去10% 今年會來創新高 但沒有去藻礁 可能 沒有去藻礁 好像還有問題 沒關係 今天我們不是要說這個 我們就是要說 台灣在今年 這是國發所 台商回流的時候 台灣人 看怎麼看台商回流 你看這是台大國發所 他今年發表的 台灣人很有體會的 就是說 台商回流 投資的時候 歡迎 但是 我們要增加 能源效率的審查 能源效率的審查 第二 你的紓困方案 古年紓困方案 能源轉型 非常重要 能源轉型非常重要 第三個 他也認為 航空業要紓困 航空業很奇怪 他也要 航空業這麼奇怪 你也要增加 減碳需求 用這個來民調 台灣在 古年全世界最艱苦 台灣最艱苦 台灣人民的民調 是什麼 是六成以上 支持能源效率審查 支持台灣的能源轉型 支持航空業要紓困 但是你要增加簡單的要求 這是有地匯的台灣人民 所以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所謂 你看紓困方案 整個能源轉型六成 這名氣可以用 所以 而且 政黨 政黨支持民進黨 更多 所以你看 低碳 航空 航空業也有碳 你看 77.2 他不是只有六成而已 你看這名氣支持 紓困 但是 更支持 你要看 所以你看 能源效率審查 台灣有八成二支持 八成二 不是六成而已 而且你看 30到39歲 支持不太多 而且到台北地區 越多 大學畢業越多 所以就是說 今天 民氣大家支持 能源轉型 所以 天氣這麼好的東西 希望大家買好好的去修 所以 台灣健康控制衛生 2011年 這是 突然 美國肺臟醫學說的 藍莓就是毒氣 所以 他就確認 藍莓 他就要不去 這是 美國肺臟醫學說的 我們來看 美國大集中 大部分很多動機器 都是藍莓產生的 五成的 五成 六成 六成二 六成二的 生 大集中 滅 兩成二 但藍莓會有十三percent 六成 酸氣 大部分都是藍莓產生的 所以 在大集中 這麼小的東西 對我們是很不好的 我們來看 藍莓 有的人 現在說 藍莓 藍莓 藍莓的毒 沒關係 就是 透過移動污染源 我同意 移動污染源 毒 但是根據紐約大學 這篇講的 這篇講的 就是說 洛杉磯大家看 洛杉磯的交通 不是我們台中這麼繞 而已 你看他的幾條通 那是十幾條通 二十條通 二十條通 你看 洛杉磯 是燃莓的一半的危害而已 所以 台灣這樣說 為什麼這幾年來 一直強調燃莓的危害 這是對 心血管的危害 不是對肺部而已 對心臟 心臟 如果不去 所以 這是美國紐約大學 兩倍 是洛杉磯 不是普通的高速公路而已 我們來看 這就是他這張 普通美國平均的 平均的平均2.5 對心血管的危害 如果是一的時候 風吹沙 所以你看 環保署 如果空氣不好 就掃街車 他只掃平均2.5 風吹沙 而已 這是一的話 交通是它的兩倍 交通的污染 燃莓是它的五倍 所以為什麼台灣這樣一直強調燃莓這麼重要 我們看這張就簡化 柴油 這是毒 柴油是毒 美又比它更毒 所以 這是 前幾年我一大學說 這是英國醫學的說的 英國醫學的大家都要加入VMA 這在英國婦產科醫學 英國皇家心理科學院 他們發表的聲明 Climents Change 他們在說 呼吸一種乾淨的空氣 他們在說的 就是 燃莓對健康對氣候 是最有效的 比交通更有效 交通只有三顆金的兩顆金 你如果交通改善 對環境也只有兩顆 只有燃莓對環境對氣候 都是最好 對健康都是滿分的 跨部位合作也是只有中等的 無媒是最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也強調 台灣要無媒就是這樣 我們的無媒 我們的媒 到底會發的健康成本 這是根據 這應該是美國的醫學期刊裡面 很好的教授 他送出來 我裡面推估 假使我們台灣的人均GTP 推估之後 是1520億 燃莓的健康成本 當然我們台灣本土的研究 我們一個人也會說 我們的一千億 這個概念就是什麼 我們一年健保 我們的醫療支出是一兆 一千兩百七十億 比2017年去年 所以我們根據這台大研究 他裡面說 2014年 他裡面說 你如果把火力發電廠 零排放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P2D為克立方米 他的健康效益最高最低 是從七百多億到一千六百二十五億 就是接近一千億左右 一千億左右 給火力發電廠的成本 我們來看 最高最低 這樣抓起來之後 如果全台電廠 他裡面減少微克立方米 他裡面成本 他的健康成本 差不多一千億左右 所以佔我們錯誤的健康支出 照顧支出的十分之一 所以 根據我們的開箱頭的 10分之一 是你用健康成本 這不一定對 這是有這種說法 所以 但是 根據全台灣 環境大家都支持 要減顫 要顧空汙 你看全球 新的領導局面出來不一樣 我們來看布林肯最近說的 不知道是美國外交的附屬品 氣候不是美國外交政策附屬品 然後經濟外交 貿易談判 納入氣候變遷 各層級 雙邊多邊的對話 共商合作 這是各層級的喔 不是很假的喔 台灣還能夠逃避嗎 好 小英在1月1號 文章文官也說氣候 可能也積極展開 這關的治理 跟各界對話 這是認為他是機會 他是挑戰 更是機會 所以 我們看賴清德 在2月4日 他說台灣2050不能逃避 淨寧他們也不能逃避 蘇貞昌就說氣候是生存問題 所以我想 從總統 副總統到行政院長 都認為 今天氣候恐怖是台灣很重要的議題 是台灣的生存議題 所以在這裡要呼籲 大家是不是共同努力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 最近的極端氣候 不是 不是當時 是水這幾天都在發生 你看我們 官田水質在打扣扣 我們來看 降雨 古年11月 宜蘭 荷漏 你看 感冒都撲開 你看極端的降雨 沒到漏太多 沒到撲開 所以 台積電現在在用水 所以這是現在進行事 現在正在發生的東西 極端氣候 你看這是人的新聞 一天你如果沒有你就會三月 所以你看COP26 小英說要出席的時候 我們要全職的時候 我們是用全職去做大會主席 就希望台灣要交出 我們的國家自主的貢獻 你看英國這個全職主席 過去是什麼 英國的商業部長 英國的能源部長 工業部長 科技部長 和氣候 這裡面 這個人現在在做全職主席 所以台灣今年要參加 江勝利的Glasco的大會的時候 台灣要做什麼 我們是要做什麼 人是全職的 所以燃煤不是差不多 空汙和氣候而已 它還要輻射危害 你看這是聯合我講的 輻射危害 你看人 這裡面燃煤是人吸服 是 核電更比較重 所以不是把空汙氣候 是比核電更大 正常裡面在運作的時候 燃煤裡面的輻射 群體劑量是比核電更大 我們來看 這裡面韓國 今年發表的 韓國 它裡面說 燃煤裡面 它的空氣中的輻射 是什麼 比核更大 它甚至 在器官的重量裡面 燃煤 是 一般核 是 你看多那麼多倍 是 上面吸六張X光 你看這張 對皮膚的重量 是上面吸兩到三張X光 等於 你如果全身外部的曝露的時候 它是等於 那一張全口牙的X光 所以 它是有輻射的 它比我們核的運作更長 當然 沒說到這裡都對 這是聯合國 有這樣說 所以 我們希望 調整電價 2016年 我們就主張這樣 不是說民進黨出來 我們這裡在亂 我們來看我們的電價 跟我們比起來 你看 泰國1.4 新加坡比我們更大 菲律比我們更大 日本也比我們更大 日本也比我們更大 這個國是我們的四倍 我們說工業用電 日本也是我們的兩倍 所以在這裡 這是過去 國民黨的時代 建議在這裡 我們希望 一樣 外付成本要拿起來 所以在這裡 最後 我們要請 台達電 這個大師 來講 怎麼過去 它節能五成 現在還要再節三成 就是節能六成五 如果台達電達到 全台灣大家 我們不敢說 都節六成五 節五成就好 節四成就好 節四成的時候 南美就沒有了 所以 今天我們要拜託 專家 來跟你說 他不是夢想 不是口號 台達已經做到了 我們要請 王中 王茂隆 專家 大家好 這個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分享 台達他怎麼做到 節能五十個percent 我們都知道 台達其實一向就是 非常重視節約能人 那麼他們在二零 這個零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 鄭崇華先生 有感而已說 因為整個環境的這個惡化 所以他呢 當初就宣誓說 在五年之內 他希望能夠把他們的 整個電力的這個 他們叫密集度 就是說我用電 希望能夠把它降一半 其實以當時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是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這麼一家 重視節約能源的公司 怎麼還有五十percent的 這個能源可以省下來 正好呢 正好呢 我在公園 待了二十三年 正好那一年畢業 我是二零一年畢業 退休了 所以呢 就是因為有感於 這個公司非常的棒 所以我說好 他們做了一年多 那麼我就從 這個二零一年開始 協助他們 那事實上很簡單 台達最後能夠真正的 把他的能源 就是用電降了一半的主要關鍵 有三個 一個就是從資訊面 第二個是從管理面 第三個是從技術面 那麼把它全換位的導入 資訊面就是說呢 他當初呢 每個工廠把他的用電的這個 都有一個非常好的這個 資訊系統把它抓到他的中央 所以他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包括每個部門 甚至一些比較重大設備 他的用電的狀況 就很清楚 那從這裡面 其實最後呢 找到了將近有一百六十幾年 的機會 所謂機會點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部門 按道理來講 他說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是休假的 可是以前呢 都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當有了資訊系統以後 我們在台灣就可以透過網路 為什麼這個部門 那兩天的時間是禮拜五禮拜天 用掉了七千度的電 後來去Check才發現說 原來那個是一個做錫爐 這個加工的一個工廠 那這個錫爐呢 照規定來講 公司有規制 超過四個小時 不用的話 就必須要怎麼樣 要把電源關掉 要不然那個錫子再加熱 第一個是狼尾能源 第二個錫加熱會變成錫渣 就是變成那個廢棄物 很可惜啊 那個材料也很貴 那之前呢 因為他們規定是 禮拜一早上七點 就要開始生產線要開始動了 可是各位知道 錫冷卻 它就硬化 所以你要在七 要開始動生產線的時候 必須要在禮拜一的凌晨 三點就要把它啟動 那這個廠是在大陸 那這個 因為一般來講 員工住在宿舍隔壁 大家都會比較便宜 就是它 禮拜天晚上八點 因為從資訊系統 就可以看到出來 你看這個 這台設備是 禮拜 一 應該是禮拜一早上啟動 可是它是上次 在禮拜天晚上八點 它就已經啟動了 所以那個電源就上來 那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更離譜的是 有些可能禮拜後就忘了關 非常清楚的把每一台設備 這個用電狀況 顯現出來以後 後來我們提出這個問題 那當然廠長就 了解了 原來以前大家都沒有注意 是因為反正早上七點 設備就可以動了 沒有人可以注意到說 其實 一年需要消耗 三十五萬度的電 為什麼 一週就是七千度 乘以五十週 所以 三十五萬度 在大陸的電費更貴 八毛錢 是人民幣 所以 以當時這個費用來算 大概四毛 四塊錢台幣 比我們台灣還貴 所以一百多萬的這個電費 就這樣子燒掉 蠻可惜的 那後來知道問題就很簡單 我們 把它裝一個定時器 所以時間到 它就可以自動啟動 然後再請值班的同年去檢查 他說 既解決同年三更半夜起來 開設備的這種困擾 又節省了電費 再加上那些材料的節省 那花多少錢 其實一年省那個 將近三百萬的費用 可是所投入的費用 加起來大概不到二十萬 因為 只是裝一些定時器 再加上把它的那個程式改 所以說節能人其實呢 是一個非常本少利多 而且呢 又是利己利人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為什麼會想要去推動 這個主要原因 台灣現在為什麼節能一直做不好 雖然政府有極力在推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要求 就是五年節省五個percent 平均一年才一個percent 其實是蠻可惜的 因為這個進度非常的慢 像我最近 有一家公司 因為我去幫他們董事會 上過課之後 老闆catch到這個 對啊做節能其實是非常好 所以他們去年就開始宣誓 三年裡面 他們要把公司的能源 減二十個percent 因為他目標不要定得太嚴格 結果去年他們同年就這樣開始推啊 推啊推啊 最後呢 給我這個回報 就是說我們不錯 我們雖然這個自己這樣子 慢慢的做 可是他們就光這樣子 因為管裡面的加強 是有些最簡單 舉個例子來講 像他們有些雨水機 平常晚上不用的時候 還是一直在加熱 所以他們就用定時器 做這種 像這樣子他們算一算 那個真的是很划得 因為投入的成本不高 可是節能 所以他們最後呢 損了五個percent下來 一年就可以損五個percent 而且這家公司呢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專業的人 在推這個東西 只是管裡面要求 同年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說 透過今天這個訊息 讓各位知道 台灣的企業 事實上因為缺乏資訊系統 所以不知道我自己的能源 消耗在哪裡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案例嘛 之前因為沒有資訊系統 所以台打也不知道說 其實有很多 潛在的節能機會點 那這些節能機會點 因為有資訊系統 把它顯現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是不要花錢的 甚至有些管裡面 好像該關的時候沒有關 那你那個東西就是要求嘛 而且人都是叫他率 人很少會自率 所謂他率就是說 因為後面有人在看 有人在管 他自然而然他就會去做 會去注意 那這成本是非常的低 而且效率非常快 不像我們現在雖然 我不反對推動綠能 不反對做這種這些這個投資 可是那個速率很慢 各位想想看 一個這個 不管你是太陽能 雖然比較快 但是他從開始做到好 那個時間很長 第二個 他的費用會很高 可能五年十年 他才有辦法回本 可是做節約能人 其實有很多是 你只要一動 馬上就回本 而且那個本少利多 甚至是一本萬利 我想今天這個資訊 如果讓所有的老闆 都能夠catch it up 而且他們也願意落實 把資訊系統其實建起來 資訊系統現在很便宜 花的錢也不多 但是對整個能源管理來講 各位都知道 現在叫做ISO501 就是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其實他強調 就是說你要把資訊系統先建立起來 那你才知道說我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不講問題 我說講你有很多節能機會 那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以我們先 目前國內的這些工廠 要省個 不要講50% 30% 那一部分 其實是比較本少利多的 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我想這一點跟各位分享 謝謝 感謝 所以比賽的能源更好 第一難料 就這樣 思文 思文你是不是有畫面 你有畫面先來 沒有 你上位啊 你不是要說 這是動作的 好嗎 先不要走 思文 你看 或是你要想 我先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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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 要有畫面 像出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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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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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我們 女性最大的日子 好 然後我們的女性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台灣有很多優秀的 的夥伴 都是一樣跟我一樣都是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自嘲說我是國母 因為好我生育孩子然後還要帶著他們 就像治理國家一樣 其實蔡英文 總統也是 然後甚至我們的經濟部部長 其實經濟部長齁其實我很想鼓勵他一下齁 我不想用對立批判一直一直罵他這樣子 因為我同樣是女性齁 我同樣是媽媽他也是媽媽 當媽媽孩子看到孩子看到媽媽被罵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今天要給他一個鼓勵 所以我今天我拿了一盆花要送給他 要鼓勵他 然後可是我相信我們的經濟部長 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然後他的感覺就是很柔性 所以我覺得他說如果有些話語 能夠不要那麼對立 然後能夠召集更多的專業的人才來思考 我們的問題要能源問題要怎麼解決 並不是用對立 所以我真的很想跟美花部長說 我支持你 可是我希望你會更有智慧 然後我是一個媽媽你也是媽媽 我是女性 今天三八婦女節 我祝你婦女節快樂 然後女性的婆婆們都快樂 可是我還要做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藻礁 並不是一定要去破壞那樣的生態 就像我的孩子跟我說 媽媽兩年前我跟你去保護藻礁 為什麼政府到現在兩年多了還在 還要再設在那邊呢 你可以跟老師跟學者講啊 說要其他的地方啊 所以我希望能夠 這不是唯一選項 我們不是對立 我們是要讓台灣更好 然後我們中部的 藍媒也是要繼續撿 我想美花部長你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我相信我對你有信心 所以我這次 我今天真的是用柔性的方式 我們不對立 我們不像網路上的謾罵 每天講誰講誰 連潘老師都要被講出來說他是什麼 他永和沒有 他之前早期都跟我一起合適公投 所以我相信或者是 或者是葉醫師都是 可是我們要不要對立 然後我們不要製造網路的紛亂 我們坐下來談 甚至要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非常想鼓勵所有三八婦女覺得 女性們 我們來一起發起好不好 所以我不敢想說我先發起 可是我們一起來發起 我們今年開始 從今天開始三八婦女覺得開始 我們來全民減碳 我們來全民節能 我們來做 我們來從家裡用電 甚至帶孩子 教導孩子怎麼節電 甚至我們的大企業 張忠摩 董事長拜託你 你是我們的標竿 我們要遠遠看著你兒 被你帶著我們直跑 然後到最頂端的地方 可是節電 也希望你能夠一起帶著我們走 為什麼 因為你是科學家 你是專業的 你是理工人 你的智慧一定比我們店的觀念 各方面 可以跟台達店一樣 一年降50% 所以台積電 他是我們的龍頭 他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可是我們有一個護國藻礁 所以我們一起都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甚至我們下一代 說真的 我的孩子每天早上一定要有衛生紙 面子 因為他的鼻涕就是一定要早上要醒一次 兩個都要醒一次 所以我每次包包裡面一定會有準備衛生紙 因為他每天都要醒鼻涕 然後醒到最後他跟我說很嚴重的時候 他跟我說很臭 因為那個已經腐爛了 可是我還要再給他藥嗎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會帶這麼多的藥來 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再吃藥了 其實吃到有時候我跟醫師問說 這個會有副作用嗎 他說有啊 那是類固醇啊 所以我很憂心我的孩子 晚上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我兩個孩子一個過敏比較嚴重的 但我不能講這樣子 他的學習上真的會比 比好意 就是說不過敏的孩子 真的是記憶上還有因為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我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然後我住王梅華部長 梅華部長 而且梅華部長跟我一樣是彰化人 我們彰化人媽媽其實很愛鄉土 很愛台灣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更有智慧 今天能夠看到我這個畫面跟我講 真的不要再對立 我們不喜歡吵架 不喜歡謾罵 不喜歡誤解 也不要有族群 台灣都身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 都平平安安 喜樂的長大 謝謝 你那台電腦可以用嗎 我有資料傳到你那個裡面去 在Message上面有兩張圖片 我覺得要解決 我覺得這幾年來 我覺得政府非常非常的不應該 不應該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能源議題這麼重要的問題 然後呢 不清不楚的就讓民間到處去站 版核也好 藻礁的問題也好 燃煤的問題也好 風能跟太陽能的爛劍跟選址也好 政府一貫的態度就是 我就決定這樣做 你如果要去擦 你們去擦 你如果擦得贏的時候 我這樣再來改 就像深奧電廠那個樣子 它是可以急轉彎的 它是可以道歉 它是可以撤回的 但是 如果你們不夠爛 你知道嗎 那就沒辦法 我現在要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其實全台灣 我講這個真的是很多人笑死 你知道 全台灣沒有人要燃氣 基隆的協和電廠 它燃煤要改燃氣 他們民眾是出來抗議 說我不要燃氣 林口發電廠說 我要增建這個燃氣發電廠 林口說我不要 我不要 你知道嗎 我不給你過就是不給你過 藻礁 當然是大家不希望去破壞藻礁 但是呢我們台中真的很悲哀 我們很想要燃氣 政府不給我們燃氣 大家有沒有聽懂那個意思 我們想要耶 我們是用的 我們被燃煤 傷害身體健康 傷害很多年耶 我身上戴的這一條 不是什麼項鍊耶 我也很想要戴很值錢的項鍊 這一條大概我沒記錯的話 網路買大概四千多塊 這是什麼東西 空氣精進機我要隨身攜帶耶 不然我是每天都要流鼻涕耶 真的每天流 你知道嗎 流到我自己都覺得我懷疑人生 我會不會得了什麼鼻咽癌之類的 我真的很害怕 非常非常的恐怖 好 數字會講話 這些數字呢 加減乘除 只需要用到加減 國小四年級的程度就會 就是把台灣每一年的總發電量 去扣掉我們每一年的總耗電量 答案就出來了 這個是科學 這個不是口水 這個根本不需要口水 你去跟太陽 你去跟這個什麼 這些科學的數字 你去跟它吵 吵什麼吵 我現在手上有一個數字 就是我的iPad上面有 我手上有一個數字 我大概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本來真的 我不是理工腦 我連那個發電量幾聚感 幾度 幾瓦 幾伏特 幾安培 老實講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學好過 我為了這個議題 我真的好認真的去學 那昨天呢 我就問那個方簡 方簡給了我一個數字 蛤 對我有傳到伊伊斯的那個Messenger上面 我覺得這個數字真的是太重要 沒關係我這邊 我的那個 我的電腦上面也有 就是 這個問題真的是太簡單了 簡單到 怎麼沒有人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到底缺不缺電這個問題 不缺電的話 你就蓋什麼蓋 你知道嗎 沒有缺電啦 我今天手上 拿到的這個數字 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呢 嗯 方簡的這個數字 我直接唸給大家聽 應該是比較快一點 然後要資料的話 我再傳給各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如果簡單到 簡單到我覺得 我們這個口水 簡直都幾分 我們的發電能 應該是57個Gb瓦 57GW 扣掉6Gb的那個 風電 太陽能 然後等於是 4467億度電 如果說 這個給你算打個八折 你只能 只能發八成的電好不好 你還有 3574 台灣去年 一整年用多少 2700 對啊我們多了很多啊 所以我們覺得整個民進黨裡面 大概整個 整個執政黨裡面 只有那個誰 沈榮金 他是誠實的 他是正直的 因為他說台灣根本不缺電 事實上根本不缺電 我們 台灣過去的這些 大大小小的工程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政府 為了去圖利財團 會創造需求 創造 需求去 我們說 你如果沒有要給我 蓋這個三階 你會缺電 你沒有蓋深澳 你會缺電 大家看深澳 當時民進黨不是就是這樣說嗎 所以這個政府有什麼公信力可言 你為了誰要拿這個工程 要去開發這個土地 你就跟我講說 你不 你不用 不用這個三階 你會死 好 再講回來 我們台中人的悲哀 好 我現在覺得中南部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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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悲哀 我們就是想到天然氣 不給我們就是不給我們 你們 我們還在吸燃煤耶 為什麼要吸燃煤 前幾天那個 欣欣也給了我一份資料 那份資料上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台灣的 天然氣發電廠 七座天然氣發電廠 你們猜猜看 這七座天然氣的發電廠 它可以 假設它可以發到那個 一千億度電 一百萬度電好了 它才 最多最多 才給你發到五十萬度電 為什麼 你們猜猜看 因為成本 因為成本 燒天然氣比較貴 燒煤給你的小孩吸比較便宜 OK 我們台灣真的好窮喔 我一想到這一店 我真的覺得我們台灣 真的是好窮好窮好窮 真的是好窮好賤 見到我們必須要 花錢去買這個 隨身的攜帶空 空氣機 我家裡面買了五六條 我整個 我另外一個房子 整個房子都跟他裝 那個房 防控屋的設備 我覺得這什麼鬼啊 你知道嗎 每一天出去 不要說這個小朋友 他不敢出門 我先生得過肺腺癌 昨天我很想要出去外面走走 我先生說 可是 我看APP我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 看APP我們的空氣是差的 我們還是在家好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 必須要在這樣的環境生活 我們甚至曾經很倒楣的想 有兩次 一次是開車到新義鄉 想要去 躲空屋 一次到西頭要去躲空屋 結果你知道嗎 開到那邊去只好回來 因為整個那個風就往那邊吹 好 我現在就回來講 很科學的那個部分 其實就是這樣 民進黨不要讓那些狗屁網軍 全在網路上面放屁 在網路上面去傷害人民 甚至把我們的環團 一個一個抹黑 連我們互數團體都要抹黑 我們互數團體 如果還不正直 不正派 不為台灣著想 還說我們是共產黨 你知道嗎 那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是可以值得信賴 去抹潘中正老師 去抹葉光彭醫師 每一個都抹 每一個 好像是他們手上的一堆大便 每一個人身上都給你丟一點丟一點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民進黨 執政的文化 我在這裡還要警告民進黨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把你們的話語權 交給像王浩宇 交給那些爛網軍 那些假帳號 那些躲在粉專員後面 見不到人的帳號 去決定我們台灣的 這個政見 我覺得民進黨 你會思到很疼的 你會思到很疼 你望我們背景 過後痛苦 把我們環團抹成這個樣子 實在有夠惡劇的 真的有夠惡劇的 好 我覺得這件事 很簡單解決的事 不要讓我們台灣 沒有那麼隨意去 謝謝 謝謝 我今天都沒有戴口罩 因為我們台灣死在COVID-19的 到現在只有一個吧 各位數 九個 十個 大部分都是老人 或者是有病在身的 但是 我們每天死在肺癌的 還有其他身體健康的 這每一天至少二三十個人 換句話就是 我們這一間的房間裡面 死在空屋相關的 就有我們每一天 就有死這麼多人 然後呢 每天新罹患的案例 是有我們這裡乘以二 換句話說我們台灣 肺癌是第一個 每一年有八千多人死在肺癌 然後呢 每一年的新的診斷的案例 有一萬三千多個 我們醫師現在每個醫院都會做 低劑量的這個電腦贊成 每個新發現的醫生 我們醫院自己而去 那不計其數啊 我個人在2018年 在推動台灣的這個 安樂死的合法化運動 我覺得 當時這個第一個階段 是執政黨提出來的 後來在教授的 在台大教授的這個推薦下 我當了起死人 我覺得一個七八成 台灣社會贊成某種死亡權利的 所謂終極死亡權利的 結果在執政黨在第二階段縮手了 一個民意高達基礎的 七成到九成的 他不願意去做 結果呢 現在我們找教 他用其他的方式 就剛剛Andrea很生氣的 這樣的一個表達的方式 結果呢 結果激起了民情 民意 甚至讓緩對黨 結果 像國民黨 結果就開始抹黑這些 長期在緩團裡面工作的 這些夥伴 結果達到緩效果 民進黨 讓執政黨 真的要小心 我跟葉醫師 是從我們大學時代 都在環對運動裡面的 民進黨要好好 要好好檢討 為什麼這些人 會 某種程度的 改變 這是一個 長期的老朋友的 一個給你們的一個 一個訊號 然後我會覺得 今天是 三八婦女節 一個醫生 關心的是 醫病人到了下游 到醫院來 都已經到了下游了 環境才是上游的事情 我們關注的是 上游的事情 今天 婦女呢 假如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在100年前的文獻裡面 告訴我們 這個肺癌 男性跟女性的比例 將近是13比1 到了50年前呢 變成6比1 現在台灣呢 婦女的死亡率呢 就是死在肺癌的 大概是1.3比1 而且這個比例 又會慢慢慢慢的去同 這個當然有很多的關係 因為婦女也要上班工作 也會暴露在交通 還有大氣之中 所以這個是一個 女性會癌漸漸的比例 跟男人趨同的 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那麼今天的這個活動 根據岳醫師的這個 這個行動的 過去的 我熟悉的他 我也是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理事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是為了 4月4號兒童節 在高雄的示威遊行 做軟生 在過去幾年內 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每年至少都有兩場 群眾的示威 每一次都可以召集 4千 6千 更多的 還有在網路上關心的民眾 所以呢 我們今年 其實主要的活動 是在這裡 那今天這場記者會 也是為了這樣的目的 可以再做軟生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媒體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結束 那有相關要是底下要請教的 甚至想要做進一步的專題的報導的 我們這邊可以提供跟協助 謝謝